第九十一章 始于无极,归于无极,砰 生死不得炸开,没有发出轰鸣之声 反而像是金属碎裂,清脆回荡 点点黑白散开 分别带着上古阴曹地府的死意与清帝正道之生机 引来周围抽象概念的共鸣,冷酷,冰寒,阴森,寂静,绝望和温暖 热烈,光明,蓬勃,希望卷起了潮汐 奔涌向生死远点最深处 剧烈的震荡当中 因着诸天生死轮的搅动已然有所颤抖的真武大帝呼地睁开了眼睛 生不生死不死的状态,失去了平衡 他幽深仿佛空洞的眼眸蒙上了一层致阳致正的明丽紫色 右手抬起,虚握中空 陡然多了一根古朴大方的紫色玉尺 其上鸣刻着一枚枚清晰的道纹 弥漫着外邪不清的先天气息 说实迟,那是快 真武大帝已然以尺为剑 循着契机的牵引,斩向丰都大帝 刹那之间,紫色剑光照彻了虚幻 阴森寂静,光明蓬勃等抽象概念消失了 生与死的描述消失了 整个原点消失了 丰都大帝穿着黑色盔甲的高大神区消失了 他接近真实界的内景宇宙消失了 就连真灵也消失了 只有那本性灵光似乎从无穷高处被拉下 赤裸裸地承受着这一剑 斩到剑我 何为我 本性灵光就是我 这一剑以心斩心 拷问本我 外力无法依 神通不得家 换作绝大多数大神通者 面对这一剑 怕是都会焦头烂额 真武的恐怖明显超出了苦海 不过身为彼岸大人物的三师之一 纵然未曾圆满生死之道 丰都大帝都绝非等闲 甚至能够低吼一声 本性灵光震荡左径 圆阳尺 他落到了你的手上 吼声之中 丰都大帝本性灵光 忽然化成一团黑白胶杂的漩涡 生机藏于死意 急速转动 猛地坍缩 形成了迷你蒙蒙六个幽暗黑洞 散发出轮回与未来的感觉 不退反镜 直接迎上了真武的紫色剑光 圆阳尺 孟奇听得微微一愣 心头某个疑惑 豁然开朗 这被魔佛列为十大绝世 与人皇剑光阴刀等 并称的神兵 终于出事了 难怪真武大帝 展出的悼灭悼声 会有力量的矛盾 出现破绽 原来他借助的是 这口绝世神兵的力量 难怪他敢于冒险深入 不具备道童话 除了黄泉这个后手 还有圆阳尺的护佑 根据魔佛的描述 圆阳尺防御第一 护身护心 外邪不清 念头转动间 孟奇没有沉迷于 两位强盗绝点的 大神通者之间的碰撞 没有去品位 斩道见我和生死轮回 而是仿佛预演了很多次一样 左手扬起 翘雪打开 将顾小桑扔了出来 扔向了背离深处 远觉童话的地方 扔进了温暖热烈的 蓬勃生机里 这个时候 失去了生死部的护佑 孟奇已然觉得 自身念头渐渐转身为死 灵智开始有些模糊 即将被所在的尽道 死亡童话 按照计划 他竭力运转了无极印 头顶太上 无极远使庆云翻滚不休 像是道道浪潮凝聚 垂下了混沌幽光 将他笼罩于内 暂时抵御着死亡之道的童话 而顾小桑气质空灵 笑容收敛 呈现出宝像庄严的感觉 脚下先天之德 凝成了一朵白莲 花瓣翩翩绽放 化生成连台 带来清静 救赎与归宿的味道 两人之间 金生果带来的微妙联系 依旧残存少许 即使有生死原点 抽象概念的隔绝 彼此亦能感应到对方 此时 迷蒙深邃的六大轮回黑洞 吞入了真武大地 展出的紫色剑光 碰撞先是如同涟漪 一圈圈荡开 继而化作狂风巨浪 疯狂拍向生死原点各处 轰隆 虚幻的低鸣爆发 孟奇直观感受到了 周围抽象概念的蠕动 起伏和分离 不再像之前那样浑然一体 难有着手之处 就是现在 孟奇与顾小桑 隔着汹涌的生死描述 失去了视觉 听觉和触觉 但彼此 似乎都看到了对方的眼睛 一双幽暗深邃 孕育着所有可能 一双空灵清幽 包容着万事万物 同时则都有着 决绝坚定的神采 就是现在 垂下的道道 幽光退去 道流回太上 无极远使庆云 让他急速收缩 与本性灵光 真灵等相容 化作一个无上无下 无过去无未来 难用常理描述的点 一切之实 而顾小桑双手结印 头顶飞出了 三道白莲缭绕的滚滚波浪 一道空 一道虚 一道泛着金属色泽 然后三道骑骑往中央坍 一凝聚出一个 没有左右之分 没有前后之别 既大又小 仿佛藏着一片 四空四无天地的点 散逸出安乐 沉静与归宿之感 真空家乡 最终的最终 两者的手段 各自刚有成形 丰都大地那边 却生出了变化 六大轮回黑洞 吞出了真武大地 展出的紫色剑光 彼此消磨 短暂僵持 而他那具笼罩着 黑色全身盔甲的 高大躯体 却忽然动了 泥碗打开 冲出了一道 泛着青绿色泽的 琉璃光滑 此道光滑一现 当即化成一只佛光巨手 像是九重天之上抓落 带来了万物的涅槃 天地的寂静 以及智慧的开悟 直接让本身 与孟奇之间的 生死浪潮平息 这是丰都大地 不惧孟奇后手的依仗 敢言覆灭 玉须门下 绝大多数强者的准备 菩提古佛界三世之身 暗藏的一道 近乎彼岸的佛光 佛光洒下 剧长抓落 孟奇顿生一种 回到过去逃到未来 都难以避开的感觉 就在这时 炸碎的生死簿 点点光滑突然凝聚 生化为死 死转为生 连成了一张 书写诸天生死的虚幻书页 挡在了佛光巨手之前 此乃清帝炼制生死簿时 给孟奇暗留的保命手段 但因为之前的主动炸裂 力量消退 难现原貌 仅仅一两个刹那 便被佛光巨手降伏 点点散去 附归空与无 而这一两个刹那之间 孟奇与顾小桑 各自以无极印凝聚出的点 彻底成形 轰隆隆 生死原点最深处 传来低鸣呼唤 像是受到了什么牵动 丰都大帝感应此变 似乎明白了什么 刹那间 竟放弃镇压大道之术 与霸王绝刀 重新刷出了七宝妙术 孟奇实力强大 却置身很快会被同化的深处 顾小桑不到传说 但立在可以从容感悟的安全之地 孟奇身在死亡里 却是一切之始 诸果之音 生机最本质最源头的表现 顾小桑站于生之道内 则为万物的归宿 最终的最终 两者从无极印童原而出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韵味 始于无极 归于无极 给生与死 分别点上了化龙之精 他们彼此牵引 最初在死亡中仰望着生机里的最终 终于形成了生死太极 直接牵动了整个原点 这是顾小桑 炼化部分生死原点的真正把握 也是他最大的意仗 轰隆 生死原点的抽象概念 随着两人疯狂转动 一点点被卷入 一点点被炼化 而借着这种联系 四两足以撬动千斤 换句话说 孟琪与顾小桑 能暂时驱动生死原点的尽道之力 以此抗衡外敌 面对抓落的佛光巨手 面对即将刷出的七宝妙术 孟琪双手结印 打出了无极 顾小桑一直点出 演绎者无声 与此同时 霸王绝刀不退反径 只斩风都大地躯体 第九十二章 杀人者 哗啦 整个原点仿佛活了过来 有了自身的躁动 虚化澎湃 抽象而难以描述的生与死该 念随之话 成了一枚枚运为万千的道文 分别落在了孟琪打出的无极 和顾小桑点出的无声之内 虽然仅有黑白二色 这些道文 却以深浅划分出了 无法禁数的层次 具现出了一张 仿佛蕴含着生死之道 所有奥秘的另类图卷 自成太极 这张图卷 一半寂静安宁 死亦眷勇 包容着万事万物 一半幽幽暗暗 连抽象的概念都没有 至于下无数可能 孕育着最蓬勃的生机 它们首尾相缠 彼此交错 初始陷入了中末 归宿渗入了最初 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使得蕴含生死之道的整张图卷 没有因为超过限度而崩散 刚刚开始的时候 孟琪还有背道逐渐同化的感受 但随着一点点的卷入一点点的恋化 她发觉 自身已能略微驾驭周围的虚幻概念 将阴森 绝望 黑暗与热烈 希望 光明等平衡 纳入阴阳印 让阴阳印化生太极 逆向贪陷 归于无极 以此包容阴与阳 生和死 这个过程里 她只觉自身念头 周围环绕 飞舞着顾小桑的意识 而自身的意识 亦能拥抱住对方的念头 水辱交融 神魂纠缠 有着前所未闻的美妙感受 前所未有的默契 如此默契里 两人同时一阵 那张蕴含着生死之道的玄妙图卷飞了出去 照住了抓落的佛光巨首 琉璃生腾 黑白爆发 一眉眉道文 在寂灭清静显化的光海里 再沉再服 最终生死图卷与佛光巨首 齐齐不见 丰都大帝志在必得的一击 被孟奇与顾小桑挡住了 与此同时 绝刀 以霸绝当时的气势 不留后路的绝绝 拖着绚烂恐怖到极点的紫芒 展向了丰都大帝 似乎要以仙神辟邑的强横 趁他本性灵光 被真武缠住 身躯注意在孟奇与顾小桑恋化 原点之上时 让他一刀两断 灰飞烟灭 而大道之术 一飞腾了起来 在孟奇驱使下 克制住了对周围的贪婪 飞舞于七宝妙术周围 延缓着他的刷落 破 封都大帝两只 蕴藏着死亡与轮回的手掌 合适于身前 恰好将雷光横溢的绝刀架住 然而 他黑色全身盔甲的胸腹处 却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裂痕 滋滋的电火烧灼 三面交战的情况下 他终于还是露出了 本来不该有的一丝破绽 被强横的刀器渗透了少许 封都大帝那双至深至沉 宛如宝石般的双眼 毫无情绪外露 仿佛做出了什么决断 而此时的孟奇恋华越来越顺 矛盾的生死概念 因为他与顾小桑的配合 得到了调和与平衡 渐渐化入阴阳印相关道理 有凝成实相之感 一眉眉模糊又残缺的道纹 应孕而生 让他对生于死 阴语扬有了 越来越多的感悟与掌握 轰隆 这些道纹 这些感悟 和这些掌握在孟奇有意引导之下 凝成了一面前白后黑的镜子 镜子旋转坍缩 呼得拔高 飞入了他距于无穷高处的 本性灵光内 轰隆 虚幻的坍塌生理 生与死 因和阳归于最初 统合于了本性灵光 他们不再分彼此 但又随时能因为 开天辟地而演化出来 借助于此 孟奇的本性灵光 再有攀高与壮大 自然而然投影于了万界宇宙 再无需刻意为之 短短瞬间 他就连破传说到造化的两大关爱 他我投影自然衍生 自身所学理的阴阳印 包容生死而凝炼生华 望着近道方向发展 有了某些方面的模糊残缺之道 甚至因为和顾小桑的 最初与最终平衡 无极应在容纳了阴阳生死后 一开始了演变 若不强求无极混沌升华 孟奇就只差 真真切切感受到苦海 便能成为大神通者了 而随着他的提升 与顾小桑之间的差距开始变大 两者的平衡 似乎在向着深处倾斜 但顾小桑早有准备 抓住这个倾斜吸引的机会 深周虚幻浮现 踏出了自正唯一的步伐 层层仙界横空 重重久悠显化 第一类的两大异象 竟然同时出现了 不过异象之中 仙界多了空灵与永恒之感 久悠少了混乱与协议之意 非常特殊 此乃无声老母一脉独有的 第一类传说异象 之前从未出现过 换作天地家乡 无论仙界 还是久悠 都将归于家乡 第一类异象转瞬即逝 半空浮现出一朵白色莲花 它周身弥漫着各色分成的先天之德 越是往花心处 越是纯粹 越是幽暗 极致形成了混沌 形成了一个微妙又模糊的点 带着虚无与最终的点 而白莲的花瓣层层绽放 每一片都象征着不同的道路 包容万事万物 拯救苍生超脱 顾小桑的第二类传说异象 混沌白莲 见此形状 已然做出决断的 风都大地踏足重重一步 双手弹开绝刀 幻化出轮回异象 猛地将本性灵光拖入其中 让其摆脱了真武的紫色剑光 这一项反照 将风都大地的身躯意识吞入 接着抽长变幻 重新轮回出了新的风都大地 无论气势 还是实力 都处在本身最巅峰 更为可怕的是 新的风都大地死意深藏 盔甲转白 生机盎然 真武大地的剑光 陡然失去了气机的牵引 对于抽象概念里 渐渐消散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真武目前还未完全摆脱诡异状态 触见攻击 全靠矛盾气机的牵引 属于本能 一旦自身轮回转世 不再属于死亡 那气机就会断掉 灵智未复的真武 将陷入没有目标的困惑 不足为患 付出轮回一次的极大代价 风都大地摆脱了 最大最强的敌人 能够全力以赴地打断 孟琪与顾小桑 炼化生死原点的进程了 身为彼岸大人物的三师之一 今年的造化圆满者 他哪会亏不出机会在哪里 端看愿不愿意付出对应的代价 他左手探出 轮回降临 迷离如梦 将紫电横溢的绝刀陷入了里面 生机与智阳智政抵消 让对方有力无处使 一时半会闯不出去 这是仿当初对付齐天大圣之故己 与此同时 风都大地右手握住了被大道之术纠缠 而未能刷中孟琪的七宝妙术 将强横的道立神通 与自身凝练的几条虚幻大道 灌注了进去 一光顿时飞腾 七彩清净洒落 带来万事万物的寂静与涅槃 首先便将大道之术完全刷开 其次直指孟琪 刷开了抽象的概念 刷开了疯狂的生与死 刷开了重重环绕孟琪的模糊道文 这个过程里 混沌白脸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一点点璀璨星辰浮现 不满虚空 会成了耀眼的海洋 顾晓桑成功踏入了传说境界 可星耀承海意向消失后 生死原点内再有浮动 竟出现了一片安宁祥和的天地 仿佛最终的最终 再不会改变的结果 诸多生灵在里面得到了极乐 与孟琪一样 她也正出了第四类异象 但不是两世病例 而是依赖于炼化生死原点 一部分的永恒归宿 传说一成 平衡重现 孟琪与顾晓桑再次撬动了生死原点 凝聚出蕴藏着 几乎所有生死之道的黑白图卷 随着图卷的成型 孟琪的炼化加剧 无极完成了演变 混沌与虚无交融 最初和最终同在 独自形成了平衡太极 归入了本性灵光 她的本性灵光再有攀升 只觉世间生灵 有着各种情绪各种遭遇 无法得到永恒 无法超脱束缚 会成了一片虚幻苦海 身在苦海 便不得极乐 造化关爱 又突破了一个 图卷飞出 被七宝妙术刷中 两者陷入短暂僵持 就在这时 丰都大地心头 忽然闪过了极端危险之意 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可她还没来得及摆脱僵持 已是被一道紫色阳和的剑光斩中 剑光分化 无有不至 分积着丰都大地每一个念头 不给她起死回生的希望 道传还愈 杀人者 当摩天尊真武 她不是只有本能 靠着契机牵引 才能出见攻击我吗 丰都大地的眼眸 凝固出了一道身影 身穿滚袍 头戴平天官 面容轻渠 双目幽深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 真武哪有半分失去灵智的模样 哪里像处在生不生死不死的状态里 第九十三章 没有巧合 她恐怕早就苏醒了 不知为何隐忍至今 丰都大地莫名惊惧 身上连续升腾起阵阵异光 有黑有白有忧虑 皆是玄傲神庙 恐怖非常 只此生死关头 她已然顾不得其他 将保命的神通与保物不要前班 统统使了出来 可是 与势均力敌的对手较量当中 犯下如此错误 被权力一剑斩中 自身修持的 又非八九玄弓等 善于硬抗的绝学 丰都自然遭受了重创 每一个念头 都置身于 剑光掀起的狂风巨浪里 而真武明显恢复了完整的灵志 实力更胜以往巅峰之时 且毫无藏私 剑招拆招 将丰都大地的保命神通 逃顿宝物等一一破取 紫气飞黄 剑光分机 纵横百合 丰都大地哪怕急速轮回 亦难以真正摆脱 最终渐渐消于无形 只有点点执念在回荡 剑气席卷而过 真武大地连风都残留的执念 意味放过 菩提古佛的三师之一 就此陨落 七宝妙树原地一阵 获地爆发无量光芒 短暂隔绝了真武与图卷 跃出了生死原点 这个过程里 顾小桑的第四类异象 永恒归宿渐渐消失 彻底登临了传说境界 与孟琪默契的同时结束了恋化 此时此刻 过犹不及 再恋化下去 撬动了生死原点最深处 两人怕是难逃被童话的命运 孟琪站在死亡深处 只觉周围的抽象概念 已无法再影响自身 心头喜悦忍不住生疼 这一次真实收获极大 不仅小桑成功自证传说 弄出了第四类异象 而且自己 只要洗练 凝聚好其他神通功法 将它们纳入尽道的无极混沌之内 再将诸果之音与开天印 推升到相同境界 立刻便能踏足造化 成为大神通者 甚至若不求完满 现在便可以突破 只是一直以来 自身都走得以原始无极包容 万物玄妙万般变化的路子 岂能中途而废 并且至关重要的诸果之音 与开天印 还需时光提升 虽然如今末节来世汹汹 大神通们已一一回归 但自己亦不能因此而乱了心绪 慌了步伐 造成根基的缺失 无道修炼之道 既要有勇猛精进的闯意 更需懂得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不疾不徐 硬时应是因本身状况 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反正彼岸大人物们 一时半会还回不来 自己如今又是玉须公真正掌教 遇到麻烦 自有造化境界的师兄师姐们 帮忙顶一顶 远远未到不突破 就等死的地步 喜悦发酵 胆慨横生 梦其乎有种刚才的经历 仿佛梦境的感觉 小桑与自己的谋划 竟然真的坑到了 彼岸大人物的三世之一 非简单的大神通者 这简直充满了不真实 又让人异常欣慰和自豪 当然 若非真武大帝 不知受到什么刺激 提前苏醒过来 封都大帝的反扑 等第四类异象一消失 便寻觅鸡桃顿出此箭 万万没想过 能将这位跟脚恐怖的 大神通者灭杀 这一点自知之明 他还是具备的 因为炼化了部分 生死原点的关系 梦其与顾小桑的目光 已能穿透渐渐平息的 抽象概念 看见真武大帝 收起了那柄紫色古朴的 原羊尺 将封都大帝的残留物品收起 双目仿佛冤海斑望了过来 顾小桑立在那里 仿佛空谷幽兰 有着说不尽的圣洁 含笑不语 看着梦其迈步上前 拱手行礼 多谢黑帝前辈出手相助 说到这里 梦其忽然有点忐忑 眼角余光 扫着小口小口 吸取着生死原点的大道之术 此乃荡谋天尊之物 又是末节至关重要的物品 会不会被要回去 小梦一直都是这么现实 真武呵呵一笑 你帮老道除去恶念 当时我说一声谢才对 这是给你的报酬 我上古五帝和盗门九尊之一 会不要连讨回来 无声的沟通后 梦其悄然松了口气 微笑道 当真事事难料 前辈竟然与此关键时刻 彻底苏醒 莫非是因为大道之术的刺激 真武大帝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顾小桑 含笑叹了口气 老道在黄泉重归之前 就已经苏醒了 说到这里 他促瞎一笑 苏小友 你可以自行回想 为何老道斩黄泉那一剑 不偏不差 就是刀灭道声 而披风都之剑 却是斩刀剑王 什么 自己异常惊讶 念头白转千回 一个个细节串联起来 似乎明白了什么 如果那一剑 不是盗灭道声 且真武大帝 非仅是以原仰齿之力催动 自己根本无法将 黄泉海骨破碎 并吸纳生死原点的抽象概念 炼制成诸天生死轮 以此作为后手 于今日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当初真武大帝 灭黄泉转世身时 挥出的是斩刀剑王 自己早就分神意识消亡 绝无幸免之力 两者都是因为契机牵引而出剑 却以为盗灭道声 以为斩刀剑王 且刚好帮助到了自己 虽然根据本能形式时 从概率上讲 有这样的发展可能 但伟师太渺茫了 几乎能以巧合 恰好等来形容 而涉及彼岸大人物的事件里 不会有巧合 因此真武大帝早就苏醒 不知为何隐忍不出 坑了黄泉 帮了自己 最终斩杀了菩提古佛的三世之一 孟奇诸多话语到了嘴边 最终化作了一句 没想到前辈能自行 从几乎被道童话里挣脱 当真让人敬畏 真武大帝笑了笑道 菲也 在黄泉转世身归来前许久 就有朋友踏足此间 唤醒了老道 之前还有人经过生死原点 孟奇亚依问道 真武大帝神情淡然道 生死原点虽然极难寻道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也不一定必须以黄泉为一 佛祖来过 福皇也来过 在你们之前有别人来过 不足为奇 不知是哪位前辈 孟奇顺口问道 真武大帝笑而不语 孟奇顿时豁然开朗 之前因为成功谋划到 彼岸大人物三世之一 而来的喜悦与自豪 便做了复杂难言的情绪 这才是封都大帝 拜王生死原点的真相 这就是天意吗 真武大帝双手赋于身后 脉步离开深处 平和开口 此件事了 老道得密地闭关去了 孟奇心中一动 慌忙道 还请前辈帮忙掩饰 掩饰刚才的事情 原本自己和顾小桑 已经做好了准备 虽然留不下封都大帝 他复活归来的事情 已然难以保密 但至少正传说时 没被金黄插手 且打下了身后根基 至于以后 能依仗着玉须公的势力 暂时与罗教神神们周旋 争取尽快有别的彼岸 大人物支持 以此对抗归来的金黄 然后就是自身努力冲击彼岸 如今 封都大帝亡于真武之手 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似乎可以尝试着 再保密一段时间 而且 若真武大帝能登临彼岸 自身又可以多半个后台 真武大帝哈哈一笑 苏小友且放心 老到飞嚼蛇之辈 笑声当中 他的身影 消失于了生死原点 孟奇暗自舒了口气 扭头看向顾小桑 只见他 依旧保持着空灵圣洁 仿佛完美的神像 你有想到过 真武大帝已提前苏醒了吗 孟奇随口问了一句 顾小桑嘴角一点点勾起 神声退去 似笑非笑道 当然有想过 只是真武若不苏醒 我们计划依旧能成功 如果他已提前恢复 以相公拟与他的因果 帮谁不言而喻 即使他苏醒后失去了理智 便做了类同天道怪物般的东西 依据本能 抢先对付的 亦必然是更具威胁的风都 既然如此 又何须讨论 他笑容渐渐展开 顾盼生姿 第九十四章 入门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样子 可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 孟奇看着顾小桑的笑颜 缓步走了过去 念头飞转着 逐一进行审查 分析隐含的意味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清香扑鼻 一道人隐猛地靠近 肘部触及了柔软 顾小桑以双手 还住了自身左臂 壮似含羞待窃 实则双眸生辉 如含星子 声音轻而婉转 似真似假笑道 相公 此行圆满 妾身以正传说 我们该夫妻双双 把家还了 孟奇身体陡然一僵 完全没料到 会是这样的发展 不知多久了 自己都快忘记 什么是温香软郁了 对他这笨拙反应 顾小桑擒手低垂 如在忍笑 可突然之间 他却感觉 孟奇左臂一抽 竟挣脱了自身的环绕 略微发愣时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握住了他仿佛 玉雕般的纤细优美手掌 与葱段般的五指交叉相扣 然后他耳畔 传来了孟奇低沉的声音 你正得了传说 过去种种算是有了一个了断 从今往后 有素仇魔佛 你有大敌金黄 而背后目前支持 我们的彼岸大人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改变想法 天意难测 所以 我们将共同面对 充满危机与变化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里 不是你依附我的关系 不是我帮你遮掩金黄的窥探 就高你一等 而是从过去的同病相连 到如今的互相扶持 比起你刚才那样的 还住手臂 撞四一人 我更喜欢这样的食指交扣 携手共进 说完以后 孟奇心头有些忐忑 等待着顾小桑的回答 身在原点内 讨论彼岸大人物 倒是无需顾忌 而顾小桑 依旧垂着禽手 收敛着气息的波动 让人摸不透他的想法 就在孟奇想打破这种沉默时 顾小桑含笑出声了 想不到蠢蠢的相公 竟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来 然后 他左手捂住嘴巴 滴滴笑道 想牵手就直说吗 何必冠冕堂皇的掩饰 两人携手往外 顿出了生死原点 回到了昆仑山玉虚宫 此时 顾小桑又重新躲入了 孟奇左手翘学的宇宙内 他借助混沌青莲子 所含先天之德的积累 已然消耗干净 往后的修炼 必须更多借助炼化的部分生死原点了 因此 不得不闭关稳固 行白礼者伴久时 当然 更多也是为了不被惊慌发现 虽然日后 从传说到造化 不是靠闭关就能突破的 顾小桑迟早会暴露自身 但封都身亡 真武承诺不外泄此事 这般大好局面下 肯定是能瞒多久是多久 争取他日被惊慌发现时 顾小桑又更进一步提升了自己 孟奇则已然踏足造化 成为彼岸之下举足轻重的棋子 回到玉虚宫 穿过门房与大殿 孟奇重归近世 端坐云床 也开始了自身的消化稳固 准备将四项印 虚空印 七十二变等提炼升华劲道 包容于混沌无疾当中 为造化境界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用枝条揉了揉躯干 老爷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这趟外出肯定收获不菲啊 而趁玄碑为净土内冤魂恶鬼 讲经说法的机会 回来溜达的笑天犬 重重点头道 对 俺有眼睛快被闪瞎的感觉 呜呜 墨家机关列车翻山越岭 停在了昆仑山脚的城池旁 孙家家主整顿衣裳 带着孙武走出了车门 神情已然变得严肃 这里是传说先进昆仑山 这里是道门圣地玉须宫 突然 一道道光芒毫无征兆地亮起 孙家主和孙武被闪花了眼睛 下意识就举手遮掩 紧接着 他们察觉一堆人围了过来 各种奇怪的器物相继递进 孙家主 我是武林驿站的特派采访员 你对自家孩子能败入玉须宫 有什么感想 我是面对面直播的主持人 孙武 指此重要的日子 你有什么话 要对全天下的武道修者说的 请问 袁皇先尊究竟看中了孙武哪点 我是视频教学网站的负责人 想请孙家主与孙小友 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 该如何锤炼自身 才能被昆仑山玉须宫收为弟子 此时的孙家主与孙武 已经一脸猛逼 完全没想过会遇到这种状况 彻彻底底地陷入了茫然 万界通食服出现时 孙家主已经步入了较为成熟的年龄 对里面新鲜的东西不太能接受 因此警局限于浏览各地重要新闻 通过南荒教学网站练武 遭遇采访这种事情 那是完完全全没有概念 而孙武年纪又小 即使有上一辈子的记忆与意识 真正接触万界通食服 也没几年 虽然知道直播之道采访 但从来没想过 自身会成为主角 经过短暂的忙乱 和围观群众的帮忙 一大一小终于恢复了正常 面对各种问题 孙家主咳嗽了一声道 其实老夫也不清楚 袁皇先尊为何看中犬子 他老人家神龙剑手不见尾 行事高深莫测 岂是我等凡人能够揣测 至于感想 人啊 这一生的命运 当然得靠自身的奋斗 但也要考虑际遇的重要 犬子既然得到袁皇先尊青睐 那就不能辜负这天大的机缘 必须以艰苦的奋斗来把握 一番采访后 孙家主竟有些沉醉其中 这种万众瞩目 光耀人前的感觉 是他过往从未体验会的美好 若非时辰已到 孙武满十岁了 必须登陵昆仑山 进入玉须宫了 他都想继续下去 昆仑山云征侠位 烟雾笼罩 仙境之意月染指上 孙家主带着孙武 立于山脚一阵后 叹了口气 又欣喜又赶怀道 武儿 之后的路的你自己走了 孙武握了握玉须门下的令牌 轻轻点头 然后大礼拜别父亲 踏足了入山之路 身后是一堆堆的采访者 和围观群众 他刚前行一步 忽然看见前方云雾蜂涌 向着两旁卷开 将灵袖聪裕的山峰 彻彻底底显露了出来 而小静通幽地 山势迭翠处 立着一座简朴的道观 他被阳光执照 沐浴着金芒 辉煌壮丽的同时 给人一种古老沧桑的感觉 玉须宫 后方不知谁近乎身影 搬到了一句 这便是云身不知处的仙家圣地 这便是当事先追元皇苏梦的道场 孙武迈开步伐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里 登陵网上 第九十五章 孙武之剑 十节青台 小静通幽 七拐八绕 当孙武行于山中时 眼前便失去了玉须宫的踪迹 真真正正 有了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 庄严肃穆之意 油然而生 不知走了多久 年岁上幼的孙武双腿已然酸痛 就在这时 他眼前一亮 山脚看到的简朴古老道观 终于出现于视线尽头 沐浴着金芒 掩映于陵墓 整了整衣冠 孙武往着那个方向跨了一步 四周地火风水 竟有虚幻的沸腾感 让自身皮肤时热时亮 时干时湿 仿佛直到这个时候 玉须宫才展现了几分仙佳意向 走了一阵 盘旋缭绕于道观周围的赤青黑白光滑 化成了漩涡 往着核心处坍缩 似乎回归了混沌 包容于无极 又是一步 孙武看见道观呼的幽暗 四周虚空如动扭曲 像是有了自身灵性 本来不变的距离 时而近在咫尺 时而远在天边 虚幻摊陷 似乎化成了一张保纸 保纸蜷缩 凝成了一点 落后了玉须宫 幽暗当即恢复正常 阳光重新普照此方 孙武额头汗水不自觉觅出 难以明白 为何会有这等意境 再行了几步 他感觉古老道观 仿佛变得厚重 与整座山脉 与大洲疆域 与无边陆地 连成了一体 再难摇晃 不动圣山 而自家身体 一越走越重 像是承担了 越来越多的大地犀利 几席后 孙武脚步猛地轻快 那种束缚 那种犀利那种 沉重消散一空 玉须宫给人感觉 已恢复了正常 就在他松了口气的时候 蔚蓝无云的苍天 轰然贪落 虚空裂开 狂风四溢 四周彻底黑暗 沉重又来 自己的身躯 似乎就要被压成了肉酱 一副末日来临的景象 短暂的漆黑后 孙武赶至归来 只见道观还是那个道观 苍天还是那个苍天 一切都毫无变化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入门考验 疑惑的孙武 加快了步伐 眼见他就要抵达玉须宫时 道观内腾起朦朦胧胧的紫气 膨胀收缩 收缩膨胀 咚咚咚 孙武听到了自家的心脏跳动声 他是如此的剧烈 如此的异常 似乎将要跃出胸腔 从咽喉处飞出 咚咚咚 血液奔涌 孙武脑袋发胀 双腿肿大 视线赤红 眼前幻觉丛生 行将失去理智 就在这时 紫光消散 雾气被莫名出现的漩涡吸纳 孙武的心跳 当即恢复了正常 清风拂面 吹过树叶 发出安宁静谜的声音 他回过神来 发觉自身已然站在了玉须宫的门口 一株通体清绿的怪异植物 耸立于旁 总算到了 孙武常常舒了口气 他话音刚落 一道笑眯眯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掌教老爷正等着你呢 孙武吓了一跳 寻声看去 只见那植物 挥舞着满身的枝条 活了过来 怪 孙武差点喊出声 还好上辈子经历颇多 尸鬼怪物见过不少 这才没有露窃 勉强笑道 多谢师兄引路 大清根听得没开眼笑 哈哈 不用称呼我师兄 我只是玉须宫小小门房 当初在原始天尊大老爷坐下听到 如今负责玉须快递之事 偶尔管着万界通时求部分功用 日后还得叫你一声小老爷呢 将自身得意之事娓娓道来 要在新人面前 树立玉须元老 前辈先贤的形象 岂敢岂敢 日后少不得麻烦前辈 孙武可非表面上的十岁小孩 经验丰富 人情炼达 顺水推舟 便喊了声前辈 玉须宫已不知活了多少万年的草木精怪为门房 当真是仙家圣地 大清根愈发得意 引着孙武迈过了大门 穿过了天井 抵达了殿阁门前 只见那里蹲着一只毛发油亮顺滑的黑色戏犬 正用好奇的目光打亮过来 被那双狗眼一瞧 孙武当即有种魂飞魄散的惊恐感 非是对方怀有恶意 而是天生的 本能的畏惧 就像凡人靠近猛虎 武者遭遇失望 这怕是在风天台之一里 大出风头的笑天犬吧 让未来佛祖 多有被狗咬了一口的笑话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传说大能 当今天下 不知多少自己得仰望的高人强者 因此被评价为连狗都不如 笑天犬蹲得非常有气势 等到孙武靠近 才猛地汪了一声 你得叫俺师兄 俺是玉须第三代弟子的战斗伙伴 你是小师叔的弟子 自是同辈 俺入门先后派 孙武先是哆嗦了一下 接着欢欢喜喜道 见过笑天师兄 直接就是一位传说大能做师兄 玉须公的气派可见一半 进入大殿 他首先便看到了肃穆威严 气势深远的原始天尊雕像 以及盘腿坐在下方 与雕像交相灰映 幽深不可侧度 仿佛另一位天尊的孟奇 他穿着水河服道袍 头戴扇云冠 双手随意置于膝头 没有说话没有动作 却仿佛居于无穷高处 俯视着世间万物 再不是以前的苏梦了 孙武上一世的记忆翻滚 已经难从这位元皇先尊的脸上 看到当初狂刀苏梦的影子 容颜未变 气势已改 他已经是造化之下最强者 中古以后自证传说的第一人 上古先家圣地玉须公的长教 不适合自身组队冒险 完成轮回任务的开窍少年 念头分成间 孙武理智战胜了感怀 深深吸了口气 将过去的记忆 封存于脑海深处 双膝着地 大礼参拜道 弟子孙武叩见师尊 从今往后 元皇面前 不会再有罗圣一 指的弟子孙武 孟奇轻轻汗手 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你前世与我有所渊源 故而引入此门 拜入玉须公者 须得遵守七条戒律 第一 不得欺师灭祖 第二 不得为非作歹 第三 若有违背 修怪为师 亲自出手清理门户 以上戒律 你可怨守 孙武再次叩拜 郑重道 弟子怨守 很好 对着开派祖师 原始天尊雕像 何为师三叩九拜 便算正式入门了 孟奇微笑说道 孙武又深吸了口气 只觉人生自此改变 装而重之地 开始三叩九拜 答 和睦敲响了大殿内的鼓中 身影悠扬 直达上天 大 终声回荡 迷雾重卷 山脚众人眼里的壮丽古老道观 再次被遮掩 又是云身不知处 恭喜孙家主 贺喜孙家主 一张张或真情实意 或暗藏艳羡与极度的面孔 看向了孙武之父 孙家主捋着胡须 眉开眼笑 难以保持矜持 玉须公大殿内 孟奇伸手指向敲钟的和睦 这是你大师兄和睦 如今已然成为大宗师 距离法身 只有一步之遥 然后他又指着端座 两旁的三人道 这是你二师姐方华营 一师大宗师 三师凶于半山 刚入宗师 日后好好清静 四师姐其锦绣 绝顶高手 世财孙武所见之异象 乃孟奇功行圆满 分别将四相印 虚空印 雾己印 翻天印 和圆星印提炼升华 纳入了劲道的无极混沌礼 并且连诸仙剑阵四门 剑法一部分融入最终之意里 因此有异象呈现 孙武看了过去 只见大师兄和睦清清爽爽 有着几分饱毒世书的气质 二师姐方华营面容略显刚硬 但与自身的坚毅果断相得一张 并不显得难看 两者皆是如今江湖赫赫有名的地榜人物 而三师兄于半山貌如翩翩着公子 实则成熟稳重 四师姐齐景秀 乃宫装美妇 温柔典雅 他一一见礼后 重新坐了下来 只闻师父袁皇先尊道 本门有两大根本功法 一是原始经章 二是八九玄功 你想修炼奶门 或者兼修 孙武脑海里浮现出上一世 诸般场景和愿望 沉生道 贪多物烂 弟子想学八九玄功 八九肉身不败 利益大无穷 变化多端 与自己喜欢的铁拳无敌之路 正好相配 不错 孟七赞了一句 随口说道 我这道关内 不必太拘束 你几位师兄师姐 都是容易相处的人 你一路行来 可有什么疑惑 孙武想了想 微笑道 本门乃仙家圣地 弟子原以为会看到仙情飞舞 瑞兽来往 道同服侍 立室做工的出城画面 谁知竟是这般反扑归真 孟七摇头失笑道 何必追求外在 所是自有大清根办理 你等师兄弟随手搭一把便可 好了 你等都自去用功吧 过了几日 万界商城内 忽然多了一条悬赏 高架求幼年的仙情瑞兽 有相应血统的野形 当孙武开始修炼时 笑天犬被孟七换入了近视 小师说 有什么事情吩咐 笑天犬蹲坐下来 孟七点了点头道 你持我之福照 潜入阴曹地府 看看如今的状况 封都大地身亡 地府施主 那里必有惊涛骇浪 明争暗斗 得早做谋划 第九十六章 世间安得双拳法 笑天犬当即领命出殿 回到自身居所 催发了那张圆黄扶照 血光腾起 恶恶环绕 于他眼前幻化出 一扇生死之意交错的 古朴石门 迷离而朦胧 石门虚眼 透出缝隙 隐约能从此窥见背后的场景 那是深沉黑暗的世界 那是滚滚流淌的血河长河 那是笼罩天地的阴霾死物 笑天犬运转神通 招来与地府有关的 他我投影附体 身躯渐渐隐盾 彻底融入了虚空 穿过缝隙 试图踏足那处 在梦中的阴草鬼丝 一阵虚幻冷冽的感觉之后 笑天犬已然潜入 只见血河长河 贯通了整个地府 不知从何而来 也不知流向何方 内里无数冤魂恶鬼 再沉再服 时时发出七粒哭喊之声 仿佛永世无法解脱 岸边一朵朵彼岸之花盛开 点缀出安宁的死迹 让人忘记忧愁 忘记痛苦 忘记过往 和尚则耸立着一座座 巍峨古谱的石桥 通向着阴草深处 那轮回静静转动的地方 此时此刻 每一座石桥都戒备森严 诸位判官领头 鬼王英帅辅助 连半只外界的苍蝇 都难以混入 笑天犬对阴草地府的 异常早有察觉 玄碑大师前几日 借助万界通食福 超度此间亡魂时 一切忽然变得顺利 再没有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而据成功逃出的鬼魂炎 地府大乱 阴差惶惶不可终日 哪有心思看过他们 这种异常持续到 昨日方才结束 事情似乎又恢复了旧关 融入虚空 恍若无形的笑天犬小步溜跑 靠近着石桥 看能否有混入的机会 然而 石桥不仅有判官英帅们看守 而且还开启了强力进法 防备各种隐匿手段 以笑天犬对虚空印的掌握 想神不知鬼不觉通过 亦非常艰难 因此 稍有不慎 立刻便会败露行藏 虽然风斗王后 她对如今石殿鬼地 微然不惧 都是实力 难比自己的家伙 但谁知道 这几日 地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会不会有新的强横指掌者出现了 就在笑天犬为难之时 却发现 先前幻化出古朴石门的圆皇服罩 并未直接消失 无声无息飘来 贴在了自己背上 凝聚着死中藏生 生中运死的黄泉契机 心头一动 笑天犬远离了石桥 试探着走入了那条血河长河 那哭喊嘶吼着的冤魂恶鬼 完全无视了笑天犬的存在 似乎它真的只是虚空的一部分 而能冲刷灵志 没有浮力的河水 则悄然变化 多有簇拥之意 于是乎 笑天犬神不知鬼不觉 横渡了这条地府黄泉 踏足了阴槽深处 若非知道好歹 他真想汪汪大叫 抒发得意 就连部分天尊 都不敢沾染太过的黄泉之水 俺笑天犬都能遨游不坠 笑天犬没有耽搁 往着沟通万界宇宙 遍布深黑大殿的地方前去 刚至一半 他忽然停住 因为敏锐感觉到 朱殿之后 有着非常恐怖的存在 哪怕没有刻意 针对自己 亦能使得自身心惊肉跳 真要靠近轮回之所 恐怕会被当场发现 是心惊的地府之主 笑天犬沉吟了一阵 绕着轮回之所 和坐坐深黑大殿绕圈 放弃了深入 过了一阵 他遇到了两名巡逻判官 正窃窃私语 传音交流 见状 藏于虚空的笑天犬 狗嘴咧开 露出灿烂笑容 悄然运转了原心印 以心亏心 窃听着对方的话语 哎 本以为大地能登临至高 想不到静允落得如此早 服侍 上黑的判官叹气道 袖口有着一圈血和的判官 同样情绪复杂回答 彼岸之下 当真说死就死 算了 地府之主的更替 对咱们影响不大 无论谁接掌了阴槽 都得使用咱们 总不能事事亲力亲为吧 就怕以往的努力 付诸流水 黑袍判官忐忑道 我为了在鬼神真灵图上 更进一步 向来八戒讨好阎罗王 对其余酒店鬼地爱丽不理 以招忠心耿耿 如今九龄元圣 成为地府之主后 似乎颇为重用转轮王和秦广王 真怕他们找个错处 将我送去轮回 九龄元圣 成为了新的地府之主 啸天犬听得微微一愣 对这个结果 他其实不敢意外 亲弟是当前唯一能行于世间的彼岸者 封都身亡 地府施主后 他若要插手 谁能与之争 而他将地府之主的位置 给予了做起九龄元圣 这位造化圆满的大圣 袖口有着一圈血和的判官看了看左右 传音交流的语气变得正重 有了几分低沉 我听阎罗殿传出来一个消息 九龄元圣入住地府后 没有找到鬼神真灵徒 似乎早就被人取走 什么 鬼神真灵徒丢了 黑袍判官大惊失色 他们神通法力 官位品阶都来自于鬼神真灵徒 可以说 完全受到这件法宝的钳制 如今地府之主是地府之主 鬼神真灵徒之主 又是另外的强者 日后遇到冲突 真是左右为难 最怕的是 得到鬼神真灵徒那位 建入主地府无望 干脆抹掉了那里所有真灵 让自己等烟消云散 他们惶恐交流着此事 而得到了重要消息的孝天犬 悄然退走 重新渡过此地黄泉 离开了阴曹地府 返回了昆仑山玉虚宫 将所讲所闻 在长教先尊孟齐面前 详细讲了一遍 清帝果然也有自身的想法 因此 以九龄元圣为地府之主 孟齐微微点头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 重要不在于地府之主为谁 而是不能单纯将清帝 当作某某古老者的附庸 每一位彼岸者都是天意 都非别人的傀儡 日后德部分调整对清帝的态度了 暂时不引动师父那里的地狱净土之事 免得天意如刀 至于鬼神真灵徒的失踪 孟齐用脚指头都能想到是怎么回事 必然是菩提古佛第一时间察觉三世之一陨落 因此 抢在清帝之前 通过别的棋子 拿走了鬼神真灵徒 难怪当初菩提古佛 要顺手 封印封神榜 说什么时候未到 不就是等着 封都大帝完满生死之道 自身彻底苏醒归来吗 以此推断 菩提古佛暂时让出了阴曹地府 但捏住了鬼神真灵徒这个关桥 等待着时机 不再只有清帝行于世间时 一争长短 只是不知 鬼神真灵徒 是否已经回到了他的手中 或者还在那枚棋子身上 由他遮掩踪迹 孟齐想了想 暂时放下此事 不与清帝冲突 依旧将诸天生死轮藏在原点内 作为预备的棋子 而自身闭上双眸 分神星晶诞生的宇宙 感应那开辟之意 以此凝练升华开天意 不知过了多久 他突然心中一动 眼睛睁开 目光望向了道观之外 只见树木掩映下 立着为先锋盗鼓的中年男子 五落长须 面色淡惊 正是道门 九尊之一的广成子 广成师兄大驾光临 师弟有失远迎 孟齐笑着 出现于广成子对面 广成子黑了一声 掌教师弟何须多理 凭道此行乃有一事商量 望你能够阴郁 敲响昆仑谷中 召集玉须门下 讨论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 听见广成子这番话语 孟齐心头颇为舒坦 至少广成子这位天尊 没有是自己 这掌教于无误 自顾自敲钟召集 而是亲自前来商议 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 孟齐顺着话语问道 广成子含笑看着孟齐双眸 我玉须一脉 既然支持人皇 那就得在彼岸者们归来之前 尽量多做积累 扩大优势 如今风神榜落于九幽 不知掌教师弟有何打算 第九十七章 曾既否听见广成子的问题 孟齐心里呼得有种奇怪的尘埃落定感 该来的终究避不开 他情绪沉淀 念头审查 略作沉音道 风神榜被菩提古佛封禁 纵然拿回 恐怕也派不上用场 并且大自在天子 十二魔圣等在九幽会 得到极大家成 甚至出现大境界的跨远 而我玉须宫除开修炼 有八九玄弓的寥寥几位 其余踏足九幽便将虚弱 实力可能实不存一 如此情况下 怎么打风神榜的主意 下一时间 孟齐说话的时候 脑海里诡异地闪过了两个句子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和情义两难 虽然他们并不贴切 反倒有种恶趣味式的形容 但孟齐此时 却感觉分外能描述自己的心情 当结拜大哥与生死之交 站在了天平的两端时 该如何抉择 两人对自己都意气深重 多有恩德 即使因为立场问题分道扬镳 亦从未真正的刀绒相见 无论帮助哪一方 打压另外一方 皆是残忍之事 非自己所愿 然而身为玉须公长教 代表着一方势力的倾向 终究得有决断之时 不是蒙上眼睛 假装看不见 大哥与其师兄 就永远不会发生冲突的 广城紫薇微笑道 菩提古佛的封印 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消除 至少亲帝已然登陵彼岸 而且 当世人皇经过多年沉淀 若能在大人物们苏醒归来前 拿到封神榜 完成人道统天的伟业 到时候至少生成造化 掌控天地 获得足够的分量 不再是完完全全 任人摆布的棋子 能让彼岸者们权衡一二 这是他人皇之路上 相当重要的一步 如果错过 就得在彼岸者们归来后 闪转腾挪 极尽能事 合纵连横 稍有不慎 便灰飞烟灭 几乎再难获得那样好的局面 而魔帝的志向 从来非统于大帝 戴天立神 如今又避入九幽 与邪魔邪神为敌 封神榜于他有何用处 更别提 还是封镜中的封神榜 至于实力的问题 掌教师弟倒是无需担忧 九幽身处 那几位强横家伙已然苏醒 都有基于魔皇爪 一同九幽的野心 目前暂时顾及彼此 还未有所行动 一旦我们动手 他们 必不会放过机会 混战之下 犹如九幽如平地的掌教师弟你 有能联手立下诸仙见证的我等 有实力再怎么削弱 一文稳身在造化的文书师妹 有先天之德护身 不惧污秽与堕落的哪吒 还怕抢不到封神榜 他剖析了封神榜对双方的作用 与其诙谐里 带着明显的诚恳之意 孟奇之道 广成子所言皆是事实 斗逼大哥正的 传说已有好几年 距离彼岸归来之期越来越近 纵然背后不乏支持 可到时候 变数也肯定陡然增多 提前布局 完善自身 确实是相当重要的一步 就像自己 正竭力以完满的姿态 踏足造化境界 争取尽快来到苦海尽头 而封神榜对目前的齐正言和赵恒来说 亦真的没什么作用 等菩提古佛风竟解除 不知猴年马月去了 可这是他们苦心故意谋划 费尽九牛二虎功夫才得到的宝物 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 孟奇静静听完广成子的话语 内心几多挣扎 沉默了一阵才开口道 事关重大 这将决定我玉须一脉日后的道路 有劳广成师兄敲响鼓中 召集众位同门 共伤大计 广成子深深看了孟奇一眼 含笑打了个棋手 评到颈尊掌教吩咐 他一步迈出 消失于了昆仑山 踏入了真正的玉须宫 当 几夕之后 悠扬的钟声传来 只想于特定哲耳畔 仿佛最古老最神圣的召唤 孟奇一阵恍惚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道熟悉的青袍身影 他是那样普通 除了面无表情 仿佛戴着铁打的面具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曾继否 受伤后的他絮絮叨叨 竟比自己能说 曾继否 自己笑容灿烂叫着表格时 他轻轻抽出的嘴角 曾继否 每次自己恶去喂食 他显些丰富的表情 曾继否 临山深处 主动拧怪 江生的希望留给自己和纸威 小吃货 曾继否 大和之盼 赤色法相显露 那一句道不同 不与未谋 曾继否 他为了帮助自己 眉心凝出红心 右手主动拿住魔皇爪 青山转黑 乌发乱舞 坦然沉入九幽 梦失地方心 我自有抵御之法 生命是红 不断上进 自强不息 隔旧顶心的意念也是红 众生皆红 视为血穷仓 等到赤旗招展环宇 洪流奔涌天地 我当以此凝聚血穷仓法身 魔依在南清时 即使现在 我也能守住灵志 彼时的一句句话语 回荡在梦奇心头 恍若隔世 如今 自己将持刀握剑 只向这道轻袍身影了吗 若不然 还能怎样 大哥至情至性 疯疯癫癫癫时 不计较身份高低 只因投缘便与我结拜 事成相待 之后纵然复归清醒 嘴上刻薄 实际却一直在帮助 借经生境 借人皇剑 从未有二话 若不然 还能怎样 玉须公早在布局人皇之事 身为原始嫡传 诸果之音 当代长教 又岂能不为此尽一份力 当本身势力的立场 与自己结一大哥一致时 自己还能怎样 即使能糊弄得了这一次 迟早也会再次面对 当断则断 不能优柔 大 终声回荡 仿佛在催魂 梦其神识部分沉入左手翘穴 传入声音 自顾自将此事讲了一遍 末了才道 小桑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顾小桑生如泉水 滴滴笑道 怎么做端看 对我自身有什么好处 若是挡了切身的路 那就落手无情 绝不犹豫 等到登临彼岸 有了雏形 再将其复活 任由他施展拳脚 含笑看着 这真是冷酷的答案 梦其忍不住叹了口气 突然 他心头一动 循着顾小桑的话语 并出了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无关念头 真正思考起几个问题 我自身想要什么 想走哪条道路 打算怎样登临彼岸 预想的谋划里 大哥与表哥 谁占上风 对自己更有帮助 怎样的局势最为有利 当两难之时 就以我为主 虽然很冷酷 但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念头转动间 梦其将身一跃 来到古井旁 进入玉须宫 穿过赤金子 文殊天尊 哪吒等大神通者 缓步临近守卫 沉稳坐下 像是真正的天尊 真正的长教 第98章 长教苏梦 端坐守卫 一眼望去 梦其看见了广成子 文殊广法天尊 赤金子 玉顶真人 道横先尊 哪吒等熟人 以及几张陌生的面孔 看来是各家各迈这么多年里 心境的传说大能 当然 孝天犬毫无疑问 蹲在了杨简 应该坐的位置 拜见苏长教 那几位陌生传说 在各自师尊 或祖师的带领下 站起身来 庄重行礼 梦其右手伸出 往下压了压 微微笑道 我玉须宫果真后继鼎盛 来诸天万界有数的大势力 他说的有些老气横丘 若论真正的年龄 在场最小的那位 也比他要大几十上百岁 可身为玉须宫长教 这番话语则毫无不妥之处 因此 几位传说大能静静听完 各自做了介绍 其中 让孟奇印象最深刻的是 赤金子徒弟 启西山人 和文书广法天尊 敌传简婉林 前者容颜苍老 初看年过古稀 细究之下 实际心理状态 估莫也就三十岁左右 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真不知他是如何办到的 法身以后 外貌年龄 往往只取决于自身心态 启西山人 则更加出众 若非孟奇 随时能踏入造化境界 怕是都无法察觉 他真实水准 亦接近大神通者 他外表灵袖 给人轻盈之感 仿佛真正的十六七岁少女 见礼过后 孟奇环视一圈 嘴角带着浅笑道 各位皆是玉须宫中留底柱 今日召集 乃是为了商议本门 日后道路之事 掌教师弟请讲 广成子配合默契的开口 孟奇点了点头 我们玉须宫一脉 向来看重人族 屡次支持人皇 执此末节 亦不例外 各位可有意义 没有 掌教先尊所言即是 在场大能大神通者们 纷纷表示了认同 既无意义 那我们就讨论一下 风神榜的事情 他如今落在九幽魔帝之手 若能拿到 当可助风天台完善 让今世人皇能以人到统天 善莫大焰 孟奇缓缓说道 与其淡漠 没带任何情绪 像是在说着 与己无关之事 正当赤金子要开口 孟奇画风一转 双目幽深道 我有几点微小的意见 先提出来 供各位参考 坐他山之时 一派掌教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两位天尊广城子 宇文书当即拱手 掌教请讲 我等席而恭听 孟奇慢慢扫视过 那一张张面孔 情绪深连 掌教威严自生 然后才道 此乃末节 若无远虑 必生尽忧 如今九幽那几位已彻底苏醒 彼此争锋 正暗流汹涌 一旦被他们其中某位夺得魔皇爪 那将如虎添翼 有极大可能 仿效西年魔主旧事 一同九幽 登陵彼岸 对抗仙界与大地 这样的状况 对仁皇日后的布局 对我们玉须公的道路 都是下下之选 诸位以为然否 广城子老神在在笑道 确实 九幽保持混乱分割的状态 对我们最有利 谁也不想再看到一位魔主 赤金子亦父赫道 文书笑容浅淡 目光深藏灵韵 满是智慧 若要超脱末节 怕是得突破以往的经验 不能仅仅局限于仙界和真实界 人道统天之余 易得驾驭九幽 如此方才完满 因此 九幽不能出彼岸者 得尽量保持那几位的军事 不让一家独大 孟奇微微汗手 目光如深潭 没有丝毫波动 故而 我们从魔帝手中夺走风神榜时 不能削弱他这方势力 不能让九幽那几位密得机会 从而拿到魔皇爪 或别的天大好处 广城子略意沉吟 立刻明白了孟奇的意思 掌教师弟 是想通过交易的办法 拿到风神榜 对 既然风神榜被禁 魔帝又退入了九幽 此物很长时间内 与他将再无作用 那我们自可拿出 让他心动的好处换取 一方面避免了别人浑水摸鱼 趁乱打劫 另外一方面 也能让他这方势力获得壮大 不再是那几个老家伙的 口中误盘中餐 具备一定的抵御之力 将九幽的谁搅得更浑 维持到我们需要的时机 孟奇用弹幕的语气说道 并除了所有情绪的干扰 玉虚弓短暂陷入了无声的沉默 各自在斟酌着什么 孟奇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 过了一阵 文书广法天尊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道 若有别的选择 谁想干冒齐险 打打杀杀 正好我佛门之身陨落 只欲智慧净土残存 能够拿来交换 这方净土于我本尊 已无甚用处 可对魔帝而言 却帮助极大 他想教化九幽邪魔 带领他们反抗宿命 超脱原本局限 获得本性灵光 与血肉身躯的解放 不就是和佛门度化 有一曲同工之妙吗 有了这方净土 邪魔邪神便有了躲避九幽影响的地方 有了喘息之处 而且净土内运智慧之光 有助于开化他们的灵智 能更好地对抗九幽宿命 旁边的广城子 则拿出了一卷书帖 随未展开 那堂堂正正的王道气息 就已然弥漫 让人不自觉就有低头的冲动 此乃前代人皇手书 日夜观摩感悟 能让修炼同类功法者事半功倍 相信封神榜如今之主会非常满意 广城子还是那样的先锋道鼓 当初消磨鹿鸦印记 留下自身烙印的是赵衡 孟奇端坐守卫 汉守道 有劳师兄师姐了 相信这两件物品 应该能打动他们 换回封神榜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事情需要考量 最重要的就是亲帝的态度 他以九零元圣控制地府 不知对天庭会有何想法 说到这里 他声音一正 广城师兄 麻烦你前往都帅公 请金角或银角童子 去一趟扶桑古树介遇 直接以此事请教亲帝 再没有比道德天尊坐下童子 更适合去做这件事情的了 自身对亲帝虽有成道之恩 但屡次请求了帮忙 消磨了许多 不好得寸进尺 广城子当即起身 拱手道 平道领长叫法指 经过这一番对话 经过孟奇刚才的表现 之前觉得他资历不足 年纪太轻 境界稍差 怕是难以服众的那几位 真真切切 有了面前 坐着当代玉须公掌交的念头 当然 这里面也有广城子 全力配合的缘故 威言一利 孟奇在说话时 所有人都听得异常专注 若能得到亲帝的默许 封神榜之事将别无波澜 但我们不能不考虑 亲帝有别的态度 如果他想拿走封神榜 那我们无法与之争 如果他态度模棱两可 则我们必须考虑 其他势力的掺和 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 完成人道统天 文书广法天尊最先点头 佛门那些古佛 大菩萨果位的大神通者 都已彻底回归 不仅仅只有燃灯与弥勒 据我所知 世间自在王佛 大势智等都从沉睡里苏醒了 同境界的强者 即使有当初灵山之损 亦不会比我们欲须攻少 妖族大圣都差不多恢复就关了 玉顶真人平淡补充道 赤金子一道 三霄岛有异动 云霄他们复活归来 灵宝一脉其余强者 也各有踪迹显露 罗教剩下审史全部苏醒了 哪吒呲呲牙咧嘴道 似乎才不小心吃了对方的亏 语气转为沉重 审史之首是西年武装冠镇元大仙 是他 孟奇惊讶之余 却有种意料之中的感觉 从发现人身国与盘桃的关系 他就知道 镇元子和金黄必有一定联系 各自就此事讨论了一阵后 孟奇保持着先前幽深淡漠的状态道 具体怎么做 谁能拉拢 谁无法回避 都取决于一个前提 那就是金氏人皇的根本道路 诸位稍等 广城师兄与我暂且外出 一去都率功 一往常乐功成 我要当面问一问金氏人皇 他想要的人道 究竟是怎样的人道 第九十九章 秩序之力 封天台屹立成左 五方五地坛环绕簇 散发着萌萌微光 让整个常乐都有了君临天下 威压十方的肃穆感 孟奇看了一眼这幅景象 身影显现 降临于了宫城某座殿阁前方 知呀 殿门无风自开 如在欢迎 内里梁柱和珠般布置沐浴着阳光 金黄灿烂 壮丽辉弘 王道射人 高懒难得穿了一身便服 就那样副手立在窗边 整个人染上了金色 炫出神圣与庄严之感 三弟你无事不登门 此行有何用意 高懒没有回头 声音仿佛从天外传来 不带喜与悲 孟奇眼角跳动了一下 以冷漠淡然地腔调道 经常用万界通食服交流 何来无事不登门之说 看来大哥又在追忆艳然 堂堂九尺难二二 竟有点伤春悲秋 未凑感觉强说愁 强行污蔑自己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冷血弟兄 高懒缓缓回头 脸上蒙着一层日盲 平淡无波道 既然透过万界通食服交流 等于上门 你又为何亲自前来 大哥的思路当真清奇 不可以常理度知 孟奇一时竟哑然失语 不知该如何回答 是承认自己无事不登三宝殿 还是将刚才的解释吞回去 略作思存 孟奇将自身的擅长 发挥到了极致 单刀直入 无视了其他问题 神情肃穆 直截了当道 大哥 你心目中的人道 想要践行的人道 究竟是怎样的人道 高懒目光忽然变得忧深 有种锐利和漠然在酝酿 似乎一下 从缅怀过去的柔情男儿 回归了理智冷酷的帝王 孟奇没有避开他的眼睛 整个人气势虽然不显 但自有种混沌莫名 让所有锋芒都落入虚处的 高深莫测感 高懒沉吟许久了 薄唇缓缓张开 气急牵引 孟奇念头一紧 愈发庄严 等待着答案 该叫皇兄 高懒平淡指出了 孟奇先前的错误 孟奇嘴巴微张 神情竟有些茫然 还好能审查念头 瞬间就已恢复 这种庄严肃穆的时刻 何必再细解 他正在开口 再次面向了窗外 语气冷静的 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 曾经艳然也问过朕这个问题 当时朕的回答是 登陵九五 掌握万界权柄 以此统御人族 护佑陈明免遭天灾与妖魔之祸的侵扰 让人族成为诸天智慧种族之首 愈来愈兴旺鼎盛 孟奇情绪收敛 静静听着 没有插言 艳然听完这个答案后 当时没有再多提及此事 朕想他应该是有点失望 但朕不明白 他失望于哪里 其后便是多年的囚禁 仁皇经书的修炼 以及终于得到仁皇剑 统一了天下 成为今世仁皇 高懒淡淡说着 声音波澜不惊 历经苦难 饱受沧桑 朕终于见到了辉煌 也有了自身对仁道的更多想法 上古末年 妖乱大地 人不聊生 故而仁皇之道是 对抗妖物 驱除邪魔 隔绝神灵 披荆斩棘 为仁族开辟出一条千秋万世之路 时至今日 人族在真实界 不再朝不保夕 反倒占据了相当显赫的位置 光是护佑似乎支撑 不起完整的人道 故而仁选择了扩张 选择了禁军万剑 不过这还不够 人道仅指人族太狭隘了 以朕这么多年的体会 人道一世闻名之光 是智慧之火 是所有能够思考天地 热衷于探索未知 追逐着大道的智慧生命 共同支撑起来的道 天地开辟后 除了先天而生的强者 诸天万界冰冷寂静 纵有阳光照射 也难掩黑暗本质 即至后天 智慧生命诞生 即此广义 聚众之力 创造了一个个文明 才点亮了漆黑的宇宙 人道便是聚众 是秩序 集合所有智慧生命的思考 对生命的热爱 对未知的探索 对大道的追逐 如此方能抗衡外敌 抗衡一切 试图破坏与阻挠 这种文明进程的势力 抗衡代表着毁灭 以混乱之道的邪神邪魔 因此 朕才默许了末宫的膨胀 机关的发展 默许了万界通识天地的壮大 因此 只要愿意遵守大洲绿条 不做内部破坏之事 所有的智慧手续生命 都可归入人道 高揽回过头来 双眸仿佛深弹 低缓道 这便是 朕想要的人道 孟齐威不可及点头 沉稳说道 我明白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脚步没有丝毫迟疑 只留下了缓缓消失的 道袍身影 看着孟齐离开 高揽忽然嘀嘀到了一句 朕野心很大 不想看到莫名其妙的妖之道 魔之道 神之道 要用人道将他们囊静 广城子降临于西游世界 架起顿光 直抵了三十三天外的兜绿宫 齐花一草与林泉先情刚刚入幕 他便看见金角童子迎了过来 广城师兄 大老爷吩咐 让我替你拆遣 金角童子笑咪咪拱手 广城子愣了愣 然后转头面向多帅公 装而重之的行礼 多谢师叔成全 果然瞒不过道德师叔 完了礼数 他方看向金角童子 微微笑道 有劳师弟去一趟扶桑古树介遇 问问亲弟对封神榜之事有何看法 金角童子黑了一声 也不多说 当即离开三十三天外 广城子耐心等待了许久 终于看见他施施然返回 笑容可拘道 亲弟师兄言 你们尽可去做 如此肯定 没有丝毫模糊的答案 让广城子心中一喜 当即辞别金角童子 返回了距于无穷高处的玉须公 人倒是聚众之法 是秩序之力 孟奇回味着高岚所言 心头已然有底 等众林玉须公 看见广城子脸含喜意 顿时呵呵一笑道 广城师兄 看来亲弟前辈 支持我们拿到封神榜 正是如此 事情将简单许多 广城子笑眯眯回答 有唯一行御世间的彼岸者首肯 还有谁敢生事 这时 文书广法天尊插言道 容易是容易了 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当今之事 未必没有能短暂 阻拦亲弟的强者或宝物 孟奇心中一动 汉首道 文书师姐所言即是 我们一要防备 有谁解开灵山封印 让魔佛逃出 二则需要考虑 天道怪物与福皇 虽然 亲弟能施展神通 借来天道怪物之力 两者似乎颇有些关系 但别人未必就不行 福皇 广城子略敢亚裔问道 听到文书广法天尊之言时 他当即就想到了 魔佛与天道怪物 可福皇又是怎么回事 我从丰都大帝口中得知 福皇状态很不对 怕有意外来自于此 孟奇坦然直言 丰都大帝是菩提古佛三世之一 他所说的事情 肯定不是无地放始 广城子 赤金子等人微微点头 认可了孟奇的担心 新念殿转间 孟奇环视一圈 韩笑说道 今世人皇有包容之心 未必不能与别的势力合作 我们不如尽早合纵连横 防备意外 说着 他的目光投向了文书广法天尊 文书师姐 你与佛门关系匪浅 不知能否遣人试探下他们的态度 文书目光一转 智慧暗生 笑容顿起 婉龄 你往迷勒净土去一趟 略作试探 等简婉龄领命而去 孟奇又吩咐笑天犬联络妖族 赤金子徒弟起席山人 以三坛海会大神的名义拜访宿女仙界 与转世归来的九天玄女 这上古天庭一脉的当前首领交流 谨尊掌教伐职 他们齐声领命离开 吩咐完毕 孟奇似笑非笑 看向广成子 文书广法天尊等人 事不宜迟 还请几位师兄师姐 在此故弄玄虚 师弟我迎风变化 顿出玉须宫 潜入九幽 看能否瞒天过海 一边是用试探性的 合纵连横扰乱视线 一边是尝试私下交易 广成子和文书等大神通者 早有了然 纷纷笑道 请掌教师弟放心 第100章 六种感觉 广成子和文书广法天尊等大神通者 话音未落 孟奇只觉手中一尘 感受到了磅礴质政的王道气息 与重量若有四无的清净智慧 这是暗中传递过来的人皇首书 与文书净土 事情机密 来来回回容易被察觉 遭受意外变化的阻拦 因此 谈判与交易 最好不要分成两次进行 人皇首书指的薄薄一层 却沉重的 仿佛无量星海的汇聚 文书净土 横跨亿万杰数 覆盖万界宇宙 智慧深远 清静弥漫 可清得如同没有重量 两者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孟奇没有多看一眼 壮四平常 将他们收入了秀礼乾坤内 环视诸师兄师姐一圈 笑着推了推道观 不动声色间 已然迎风变化 不着痕迹顿出了玉须宫 循着上次潜入九幽的秘密通道 若没有清帝首肯 孟奇断然不敢如此行事 因为一旦离开玉须宫 自身再有遮掩 再有迎风变化之能 一瞒不过彼岸者和造化境界里 可号称天尊的那几位 从而前途叵测 意外横生 只能老老实实行真正的合纵连横之策 计较妥当 利益分配谈好后方 才将封神榜之事摆上台面 而如今清帝应允 纵然可能还有 浮皇与天道怪物的抗衡 但前提是 夺取风神榜的行动被察觉 这一点上 清帝行遮掩之事 助自己瞒天过海 并不困难 黑日高悬 魔气翻滚 污秽与堕落之力弥漫而来 各种负面的心灵潮汐 像是风一般常在 与真实界和九重天 有着极不相同的道德法理 孟奇略作改变 化身为原始天魔 顿时感觉 久悠恐怖可怕的力量层层加持 竟凝聚出虚幻的毁灭 杀戮 吞噬 童话 污秽 死亡 必须结成虚幻道果 才能成为真正道的某些方面 周围苦海无边 深不见底 满是不得解脱的痛苦 而时光长河透体流过 静静奔涌 冲刷着自身 得到九幽的馈赠后 原始天魔孟奇 直接迈入了造化境界 短暂成为大神通者 当然 他能凝聚出如此多虚幻大道 全是因为混沌包容万物 换做其他邪神邪魔 都只能提升对应大道 与此同时 孟奇早就进到的无极 也有提升 在大神通者里 都算是中有水准了 毕竟他属于 随时能踏进造化境的传说大能 可以当作伟大神通者来看待 体悟着这强大道 让人沉醉的力量 孟奇轻轻吸了口气 审查着念头 告诫自身 不能迷惑于此 外力得来容易 失去同样也会容易 踏踏实实 步步修行 方是自身之路 他身影化作幽芒 远离黄泉 穿透魔物 隐蔽顿向赤色山脉 过了一阵 高耸又连绵的山脉 呈现于他的眼底 赤色如火 血腥与猙獰 被断烧淡化 焕发出全新的 蓬勃昂扬 与占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刚有看到 孟奇忽然心中一动 暗下了顿光 停住了前行 山脉方圆 十几万里的虚空里 弥漫着让人不祥的 阴冷与污秽 看似为正常的 九幽景象 可八九玄公 带来的敏锐预感 使孟奇相信 有不至一位 强横到近乎彼岸的 恐怖家伙 在窥视着此处 若自身贸然靠近 必被发现 是那几个老家伙 孟奇闭上眼睛 断绝感官 收敛神识 只是退去了 就有的认知模式 运转了诸果之音 刹那之间 虚幻黑暗浮现 旋即变得朦朦胧胧 隐隐绰绰 不同方向的深处 似乎都盘踞着 庞大到难以想象的 恐怖怪物 吞噬了无数宇宙的 恐怖怪物 未知 而且数量比我想象的多 孟奇暗自低语 这些老家伙 有的在上古年间 曾经压制过魔主 有的于中古时代成道 险些与魔佛交相辉映 处在九幽邪神邪神的 最顶端 皆是能部分操纵九幽 彼此联手 可以抗衡大人物 入侵的超强者 往往被称作为彼岸 上古年间 类似的邪神邪魔 只有两位 未登陆彼岸前的魔主 与天杀道人 而随着末节的来临 纪元终结的靠近 毁灭之意的叙事待发 九幽虽然没有新的大人物诞生 但因为窃活了道的规律 为彼岸的数量 反倒更甚一筹 据孟奇所知 足有三位 如今诸果之音的感应里 却似乎有四位 虚幻黑暗最深处 张扬着混乱 邪恶和毁灭的阴冷 灼热交织之感 让孟奇都有种面对天道怪物 自身即将疯狂分裂的征兆 并且意识里的负面情绪 险些遏制不住 此乃中古时代 才诞生的一位邪神 赶末节来临 纪元终结而出现的毁灭象征 混乱具现 被叫做九乱天尊 具体名称 恐怕他自身也不知晓 他的左侧 远处有冰寒 因此 误会的虚幻朦胧感 是上古年间 曾经力压魔主的玄冥鬼帝 是本纪元诞生的第一只鬼类 但后来被魔主超越 反倒成为对方下属 接着眼睁睁目睹魔主登陵彼岸 直至魔主陨落 身躯四散 加持下的维彼岸层次 九乱天尊的右侧极远处 静静盘踞着层层叠叠 搅动时空的邪义疯狂感 他意识上古年间的老家伙 秉承时光的负面而生 有冲刷 凋零 末日 终点之意 号称黑天帝 是三位维彼岸里最难缠的一个 当初都仅次于魔主和天杀 第四道感觉在黑天帝 对面 血腥 吞噬 消融 掠夺 杀戮之意淡淡弥漫 若非被附近混乱的时空 弄出了些许迹象 孟奇恐怕都难以发现 有点熟悉 像是之前遭遇过的九幽血魔 他怎么一下 变得如此强 杀戮之感 难道他提前归来后 机缘巧合得到了天杀盗人的遗退 将其吞噬掠夺了 孟奇猜测着第四道感觉的来源 天杀盗人当初 若非败于妖圣之手 顺利将妖乱大帝 便坐魔灵世间 当有极大希望登陵彼岸 他的遗退对擅长掠夺 吞噬与童话的血魔而言 价值无法估量 这四道感觉之外 还有两个若有四无的窥探 比九乱天尊 玄冥鬼帝 九幽血魔和黑天地稍差 皆是孟奇熟人 毫无难度就分辨了出来 一道纯粹的杀戮之意 来自七杀盗人 他似乎借助魔佛 被孟奇斩断了联系 无法伸出 手来的那个机会 终于摆脱了控制 并且在明海剑辅助和多年积累下 突破了不少关爱 一道蕴藏着几乎所有负面之道的 置身魔艺 属于重创 还未彻底恢复的魔君 这六位应该便是 如今九幽阵营的最高战力了 若非彼此都想要魔皇找 互相顾忌 其师兄与赵老五早就被碾平了 大自在天子绝非他们对手 孟奇微微点头 观察着四周景象 私存着 芒果六道窥探的办法 因着生死原点的收获 自身无极混沌劲道 当前又有九幽的加成 隐匿气息和踪迹时 芒果魔君七杀道人 与星境突破的九幽血魔 应当不成问题 但九乱天尊 玄冥鬼帝和黑天帝 都属老家伙 大到巨献 直觉敏锐 不是那么好瞒天过海的 只要被发现 有所动静 其他势力就会有所察觉 变数急剧提升 当看到不少邪神邪魔 翻山越岭前来 想进入赤色之地 对抗九幽影响时 孟奇顿时有了主意 这些邪神邪魔 必定不会全都是自愿 不乏黑天帝等老家伙 用来混入赤色山脉的棋子 孟奇脸色浮现出微笑 运转诸果之音 一一审查 寻觅蛛丝马迹 等找到一个后 趁他还未靠近六种 感觉窥视区域的机会 孟奇摇身一变 化作微尘 在对方呼吸时 顿入了嘴里 来到卫带 被强酸腐蚀 无极混沌之意显露 将这微尘包裹 悠悠暗暗 再无踪迹 邪魔浑然味觉 迈开步伐 进入了赤色山脉区域 即将穿过那一道道 感觉窥视的地方